Lets Unbox! 我是刀�! 如果有玩過美國玩具或很喜歡Adventure的朋友 這幾天都可能比較頭癢一點 因為大家都在四處找這隻美國隊長 其實是Marvel Legends為什麼都要搶呢? 其實我上網查過 話說其實這隻是輕鬆的 所以大家是在四處找這隻美國隊長 其實是Marvel Legends為什麼都要搶呢? SHF又要炒 連Marvel Legends都要炒 不知道大家要玩什麼才好 那為什麼這隻會被炒這麼少貨呢? 其實我上網查過 話說其實這隻是輕鬆的 在外國其實就是一隻限定的產品 簡單來說 你當外國有一間百貨公司的限定產品 但是這間百貨公司在香港其實就沒有分店 所以其實這個限定 去到外地其實也不成立 熟悉Marvel Legends的朋友都說 其實可能遲一點 玩具反斗城應該會有很多貨 但是可能要遲一點 那阿刀就幸好有朋友剛剛走開街 就幫我原價入到一隻 貴一點點 又不是原價貴一點點 那為什麼這隻美國隊長要限定 又要這麼多人去搶呢? 那不如今集和大家馬上去玩一下它吧 今天和大家爆傷的就開 登頓 這次呢 就純粹出了它一隻 就沒有其他的豬頭骨給你的 好 那看看包裝先吧 一般的Marvel Legends的設計 鬼佬最喜歡的啦 全開給你看啦 有些什麼東西在裏面 我看這個盒子 它的QC都認真一般 始終這些是鬼佬的規制版玩具啦 所以不能夠要求太多的 開來跟大家玩一下 看看這隻隊長有什麼吸引 好啦 給大家看看啦 哦 就這樣的 有個舊化了的盾 有隊長的頭 最重要的一件事 它是隱藏了的 最重要的這個就有一個 雷神的取的一個派對 這個非常之重要 頭雕的樣子其實都 不是說真的那麼相似的 不過很老實 你HFF那隻賣到這麼貴 幾夠水 其實都不是說真的那麼相似 所以就打個和啦 因為很老實 它真的直接些人一定去拿去跟HFF那隻比的啦 另外呢 剛剛講過啦 它的QC挺差的 你看 它的腰都掉了 所以呢 其實這隻呢 賣完價 一百九十九左右其實是OK的 但是如果炒價 我看外面最貴炒到四個水一隻 就真的不是建議大家去買啦 那上色來說 以盔仔版呢 那 Marvel Legends 是很出色的 相當之不錯的 那關節方面啦 那 腰這裡呢 都有一節關節動得不錯的 那肩膀呢 要是它這個呢 就用了一件軟膠器在這裡 但是呢 都頂住了的啦 所以它的手就不會買得太高 一般的鬼佬玩具 沒有什麼驚喜 但是呢 好在就是這些呢 一定是比你粗玩的 任勞任怨不怕弄爛 那這個呢 就絕對比日本玩具優勝的 它最重要呢 就是有些配件方面比較特別些 就是一個 舊化了的美國隊長的盾 雖然說舊化 其實這些都隨便的啦 沒有QC可言的 都是大媽隨便搭上去 那呢 我覺得 若果它弄一個半邊爛了的盾 會不會更加會更正一點呢 那這個可能要大家 動一動手工自己DIY啦 那最值錢呢 當然這個雷神的鎚 那它都幾正的 它藏在後面 那免得劇透啦 雖然都 都完結了那麼久 但是它都還藏在 那這個鎚呢 這個呢 這個先值錢 HF都沒有 這個鎚 但是什麼事 崩了一塊呢 哈哈 還是本身雷神的鎚的設計 那樣呢 好 那哇 上齊的工具先啦 哇 這個造型呢 都相當之殺吃 不過呢 可惜就是呢 它那個碗關節呢 就似乎比較鬆一點 那 不是那麼承托到這個鎚 你看到呢 它是鬆拋拋的 因為它的鎚也有分 那麽上一份量的 好 那最後試完最後一個很特別的 PACS啦 那就是呢 阿Steve的頭 那究竟它似不似呢 那 你又不要說它完全不似的 某些角度限定啦 那 但是呢 百多元貨仔 你當是其中一個PACS呢 我覺得絕對是收貨和超值的 那 今天的爆箱指數 8分 那 那 如果大家呢 還要拿去和XHF去比較呢 那我可以用幾個比較點 怎樣和大家比較吧 那 首先呢 這個 Marvel Legends 那 如果你和XHF去比較 那些造型啊 或者是那些可動呢 我和大家說的 Marvel Legends 一定會輸的 它的可動是真的很一般 而且呢 剛剛講過呢 它整支手臂加手腕呢 是承托不起鎚子的 那這個扣好多分啦 那還有呢 我中了Z啦 因爲呢 我這邊的腳呢 腳掌是完全動不了的 鎖死了 我見到那條 波裝已經白了 我不敢再咬 我怕一定會斷了 所以都不敢碰它 那所以呢 它的QC 或者關節各樣東西 那其實當然是不夠這個XHF 來啦 那正如剛才所講呢 它各方面呢 都未必夠這個XHF 砌的 那但是呢 我可以跟它講 那個成衣啦 還有那個愛呢 是可以搭救所有東西的 它見它的配件 亦都很足 加上有了 人養頭雕 雖然呢 又不是十分之像 但是呢 起碼你有個頭給你換呢 那我覺得都 成衣是一流的 那最後呢 有些觀眾可能就 很少買開 美國玩具 沒有買開 Marvel Legends 那究竟它可不可以 和XHF一齊玩呢 那就拿一隻XHF 去比較一下 先 那呢 那個高度就大概這樣 就差 半個頭到 都不是的 都差幾遠 變成矮仔 過頭足足 那麼 Marvel Legends 會比較大隻 還有呢 都要說多一句了 真心呢 這隻東西各方面都做得不錯的 但是呢 要大家四百多元去買呢 絕對爆雙兄弟可以不建議這樣做的 那麼 今集呢 暫時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希望你可以like和share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